B,C,D,E 这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抓的 Inderator实际上是抓这个工作表里面的 哪一个坐标的位置 把那个坐标位置的资料帮你带过来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我希望能够向下填满的时候 向下填满现在是B栏 那如果我今天向下填满应该是抓到总销量在C栏 D,E,B,C,D,E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样自动产生 B,C,D,E的这个 蓝的名称 那基本上他 B,C,D,E是一个 一定是一个字串 一个文字 那这个文字产生的方法 前面有 不知道有没有带过 有个函数叫什么 插入函数里面文字 我需要产生一个文字 那这个文字的话呢 它是 可以 由一个数字 帮我把它转换成 抓到一个对应到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文字 一个数字 变一个文字 那这边的话呢 当然我们可以 从文字的函数里面 其中有一个叫什么 有一个叫CHAR CHAR 这个 这个函数 我没有 没讲过 这个实际上 这个函数呢主要 是抓什么 抓你那个 电脑里面的内码 ASCII CODE 那ASCII CODE里面 A大A的位置呢 它是放在65 B是放在66 ASCII CODE 我看我在 在这个我的讲义里面 是不是 我记得好像有放那个一个 那个ASCII CODE内码表 有吗对不对 那个内码表 我是放在第7页 19页嘛 实际上就是在19页里面 19页里面呢 其实呢 这个CHAR函数 基本上呢 他就是 在我们的ASCII CODE 记得看那个 实际位的DEC这个地方 那他这个 这个是美国设计电脑 最早的时候 他当然不会知道有中文这回事 所以他就把什么呢 他们常用的符号 控制 控制码 像什么 空白键啦 Backspace啦 定义在那个电脑 的键盘上面 那里面的话 当然包含什么 数字 数字是48 到57 那英文的话呢 是65 到Z的话呢 是90 那在大写啦 所以我如果需要抓到什么 那BCDE嘛 所以基本上 我是66 到多少呢 E的话是 这个地方 66 到69 这个范围 所以呢 基本上他本来是一个数字 那我可以把它转换 抓后面的东西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利用什么 一个TRA函数 所以这个TRA函数的话呢 如果你今天输入的是 66 你会按确定 他会是B 有没有 应该是在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储存格才对 把它往下 这个应该 下面这个 如果这 实际上就是抓到是B啦 那如果我希望呢能够向下填满 变C 变B 一直往下 自动增加一个 字母 的顺序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怎么样 一样 如果你要增加1号 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怎么样 让他跟RA配合 所以RA函数 假设我今天在前面打一个RA 或者是 后面加上RA 可是RA目前 它已经有了 有多少呢 抓到是第几列 4 对 可是4 那如果加6 6会超过 所以怎么办呢 干脆把它66 减掉 减掉4 然后呢 62 加上RA之后 你会按确定 62加RA 就向下填满 BCDE 出现了 有没有 那其实同样的道理啦 因为之前的同学常遇到麻烦就是 他没有办法自动产生蓝号 数字还可以 可是数字怎么变成 蓝号 的BCDE 有没有 其实基本上最重要还是用CHRA函数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不行 你要想方法 去找到什么 里面我们有内建函数 它可以 帮你做到类似的效果 所以这个这个文字与资料函数里面前面有 可能 没有特别提 不过刚好如果趁这个机会还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当然了另外 去CHRA函数你也可以跟另外一个文字函数搭配 哪一个呢 叫CODE CODE的话就是内码 比如说我今天我想知道什么 CODE里面一个TEST 假设我今天输入什么输入一个B好了 你会发现 我输入一个B之后呢 它回来结果是什么 按个确定 66 有没有 所以CODE跟CHRA 刚好是 相反的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抓到它的字元 一个是抓到这个字元 它在ASCII CODE里面的位置 可以理解吧 CHRA跟CODE 用到的机会可能没有那么多 主要原因是你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会用的话 用这个方式 可以判断什么 比如说 你一个资料里面有中文有英文有数字 那其实你可以用CODE来判断 CODE的话 如果它不是在ASCII CODE里面127里面的话 那显然它里面应该是中文字 OK 那另外当然还有其他啦 我想因为有些东西并不是说 不能用 只是说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你不会用 它有什么全形转扮型有什么 Big File 这个Auror也会用到 有没有 Big File是什么 转全形 那如果你要转回来转扮型的话 那就是ASC 这个有用过吗 应该有吧 不过没有没关系稍微记一下 里面其实很多函数 都有它的作用 只是因为你刚好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就不会用 所以 你也可以试一下 那你会想说转全形转扮型干嘛 因为以前DOS底下 就会有全形跟半形的问题 可是现在没有DOS啦 但是会有个问题 其实呢 如果你英文或数字 一定都是半形字 中文字呢 就会是全形字 OK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一个储存格里面 有几个 什么有几个那个 中文字的话 你可以全部转全形 跟全部转半形 里面相差几个字 就是一个储存格里面有几个中文字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啦 只是说可能要搭配一下 ASC是什么 把全形字变半形字 BIGFI呢 是把 半形字变全形字 也许有时间可以试试 那我们回到我们需要的啦 当然我刚刚顺便提一下 这些 其他文字 与资料函数 那 BCDE产生之后的话 我当然可以怎么样 像 把它跟 Indress里面 结合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呢 可以把 62 加入 这个后面的公式呢 直接把它跟什么拼凑在一起 跟这个 B的位置 本来是一个文字 那我就直接把刚刚的公式 贴到那个双引号 B双引号的这个位置 OK 特别重要 要小心一点 因为 如果你贴错的话 结果一定会错误 差一个位置都不行 差一个字也不行 也就是说呢 它动态产生的 那我就把它放到这边 跟我刚刚动态的后面的 前面是蓝 后面是列 动态产生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把 H3 记得锁起来 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那位置 因为它会加1 所以记得怎么样 帮我把它 先 把它转移 把它先加一个 然后锁住之后 向下填满 放开 那这个时候试试看 张 张贤雅的资料 对吗 没错 那如果说呢 我现在向下 拉一下 换一个 张宏才看一下 张宏才 这些资料呢 对吗 也对 那表示应该没错 所以 Index Index 两个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练习看看 你想说 老师那不是都一样吗 为什么要学那么多个 其实你看起来都一样 但是实际上你将来 会遇到问题 可能就只能用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不行的话 那就是 可能关键的地方 有的时候其实 比如说呢我刚刚讲的那个 两重的下拉清单 这个地方其实 就可以 利用什么呢 刚刚Index Index 去抓 所以Index 其实可以跟 名称定义 配合 那这部分我想请各位先 试试看一下 就是我刚刚讲 E 用那个CHAR函数 也许你在旁边先练习过啦 那有的时候你一次没办法完成 你可以分 把它拆开来 先产生 BCDE 再把这个BCDE 串到那个我们的公式里面的 B的位置 OK 然后呢 将来它就是 会产生B 因为ROR的关系 所以这个ROR函数非常重要 如果在这里没有这个ROR函数 你向下拉 它也不会动 OK 但未来不是说只能用ROR 如果以后你向右拉的话 记得把它改成COLN就可以了 有ROR函数也有COLN函数 ROR的话是追踪到你的现在哪一列 COLN的话是追踪到你现在哪一篮 那是上个礼拜 九者乘法表也有提过啦 所以为什么用 会举那个九者乘法表的例子 因为其实 很多地方 尤其是四串表里面 你如果不会RORCOLN有时候你真的还抓不到你要的东西 变成你要 你一直慢慢加1那不是很浪费时间 再不然如果不会这个可能不然就 至少用VBA可以啦 VBA跑个回圈嘛 回圈的话 For I 有没有 For I 等于哪一列到哪一列 实际上它就是帮你加1的意思啦 OK 所以请各位呢 先稍微试一下 另外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这地方要用VBA写的话 有没有 比如说我上面输入一个编号 我希望自动帮我把资料 用VBA帮我查出来的话 这个地方又要该怎么做 所以也许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然后